领着27度高温G7领袖夫人在场边散步 而各国领袖此时也进屋 因为实在太热了 大国总统马克宏带头 大家纷纷脱下外套 援助会议上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没头身锁 因为他知道通膨和粮食危机 恐怕让西方国家对援助乌克兰失去耐心 不过俄罗斯现在是在G7开会第一天 用飞弹攻击基辅 隔天又炸一个购物中心 责任斯基向西方喊话 要求援助更多武器 他说乌克兰需要现代的 强大的有效的防空系统 才能完全防御俄罗斯的飞弹攻击 宣判俄罗斯的魔爪升入欧洲 北约周一宣布快速反应部队的兵力 要从现行的4万人 大幅增加到30万人 不过伊朗和阿根廷先后宣布 要申请加入金砖五国 变成金砖七国 在西方全力围堵抗恶之际 对俄罗斯雪中送炭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